是你弯下你的腰 给我想要的怀抱 是你伸出你的手 让我再也不怕往前走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中国的这个文化搬入美国 你问从雪山上流下的水他想干嘛 他不知道干嘛 我刚肯定那个水不知道干嘛 但是他已经干嘛 二十年后我给自己规划的话 就是回到中国去生活 我们家族第四代去中国 就这样从头走过来 中国人就是这样的过得平淡 我们现在去买点原料吧 原料和画布 我们究竟有一个文具店可以去 当然我更多的时候是在网上买 现在因为我需要的量比较大 但是偶尔你缺一点 什么零食急需的 我就要到那个店里去买 像我这样买原料就必须买质量比较好的 市面上的原料一般来说是 分开学生用的和专业用的 我当然需要选一些专业用的 它的耐久性和染色力都不一样 现在基本上像画布和很大量的原料 都是靠网上买 然后他们就游击到门口了 很少像以前那样 需要一块画布 然后就开车出去买一块 这样就比较少了 我是就是搬画展也是 你在我听说国内画家搬画展 自己要去装框 然后自己去搬运 去找车找到朋友 然后把他搬到画展那里去 我这边比较省事 很简单 我要搬画展的话 提早美国人做事是非常有什么的 然后我们就按照这个表 好 到了要做广告的时候 你就把图片发给他 然后他就可以 在杂志上登广告 用cetalon 到了什么时候你需要把框订好 然后做框的公司就把它做好了 我把画画完之后就可以把画 直接寄到那个装框的公司 装框的公司把画装好之后直接寄到画廊 我只要是负责画画 其他都不用做 然后就 你只要知道开幕那天你去就是了 其他的都是他们负责 在这边办事效率比较高也比较省事 但是你必须很严格的按照那个期限 什么期限做什么事 你如果错过了一个期限 可能后面的后果就很严重 就比如你忘了订框 你到时间你的图片没有出来 他没法做广告 你忘了订框 做一个框的珍惜可能是一个月的 然后到了临时你还想起你的话没有框 你到时候就不知道该怎么办 所以要必须学会把自己要做的事情 清清楚楚地在你的热力上写下来 然后到了那天你要做把这个事情完成 比如说我们从国内出来的人就不太习惯 以前经常办什么事都要人三番五次的提醒 在美国人倒很少三番五次的提醒 你要做什么事情 他提早就把那个表衣给你 全部等于自己负责 好 拿去护护款 这个颜料也不便宜 对 对 对 准备 看着那个 准备 你开了七天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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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要带着吗 对 我喜欢带着 你有带着带吗 不 我认为 对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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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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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